近一段时间以来呢 逮捕周永康的消息已经成为最为吸引眼球的中共时局了 海外媒体报道呢 中共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已经是一只没牙的老虎跟死老虎也没什么两样 但是人们现在更为关注的话题就是 中共党魁习近平是否会剥了这只老虎的皮呢 一名接近高层的人士对路透社说 习近平已经拔光了老虎的牙齿 他的党羽和亲信早前都遭到整肃 目前的周永康基本上是一只死老虎了 现在的问题是 到底习近平是否要将周送交司法审判 剥掉老虎的皮 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 周永康的人马基本都已经靠边站了 他说中央政法委现在已经没有周永康的人了 中共十八大后 周永康的三大亲信 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成 湖北政法委书记吴永文 前四川省副省长郭永祥被先后剪除 此外又传来周家家族的大管家吴斌被捕的消息 另外周永康在大庆油田工作时的得力助手王永春已被拿掉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总地质师 兼勘探开发研究院院长王道复等三人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调查 而掌舵中石油的蒋洁敏也被解职加双规 消息人士披露 与已经落马的几位高官相比 蒋洁敏与周永康的关系更密切 蒋输送给周家的利益肯定要比已被曝光的数目还大 另外德国之声引述澳洲日报的消息说 中共最高检察长曹建明 公安部副部长李东升等也遭到中共当局调查 而曹建明是周永康执掌中共政法委期间周永康的重要党羽 而中共政部级中央委员现任中共610办公室主任 兼公安部副部长的李东升也是周永康的得力干将 除此之外 湖北两位省部级高官在今年11月中下巡落马 据查这两位高官与周永康关系不浅 实属中共内部江系人马 随着周永康的羽翼相继被剪 时事评论员邢天行指出 当前周永康跟死老虎没有什么区别 咱们开始关注习近平将如何处理周永康 周永康现在呢 其实跟这个死老虎没有什么两样 因为他确实是没有什么权利了 他也没有什么像那个官二代啊 像那样的那个一个身后的一个根基 习近平剥这只老虎的皮已经在剥 各方面的这个表现上到现在呢 对周永康的这个抓捕都是在剥他的皮 但是呢剥皮剥到什么程度 是不是会彻底的剥皮 这个就是要看习近平他对中共的罪行的态度上 怎么去处理前期留下来那个罪恶 路透社报道 周永康遭到的指控包括违反党的纪律 报道还说习近平下令调查周永康打破了刑不上常委的老规矩和潜规则 而政治分析人士分析 习近平如果将周永康送交司法处理 会对其他退休高官和党员产生寒蝉效应 如此一来会更加剧中共党内派别的内斗 邢天行指出 现在释放的有关周永康罪行只有淫乱贪腐 实际上和薄熙来走的是一个路子 周永康真正的罪恶呢 是牵扯到中共这个系统的罪恶 尤其是这个江泽民当政时候的那些罪恶 也就是镇压法轮功这些最根本的罪行 包括活在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 这些其实都是中共政策和体制下制造出来的 这些罪行呢 不是周永康一个人造成 他是跟这个整个这个从江泽民开始的 中共体制这些权力集团 这些人物是有直接关系的 邢天行分析 如果习近平想从保党的角度去惩治周永康 为推行他的政策把绊脚石取掉 那么习近平就不可能真正彻底的去播周永康最后那层皮 还是会依循薄熙来的方式去处理